Race Mode OK 唉 已经2021年了 我才收到圣诞礼物 可是这个礼物实在没有关系 因为 它是一辆法拉利 Aphid Spider 小秦 Ferrari 在 2018 年推出了这个全新的 F8 车型 那当时推出的是 F8 Tributo 并在隔年追驾了我今天试驾的这一台 敞篷版的 F8 Spyder 可能你不知道这个 F8 其实是一款全新的 V8 车型 并不是取代这个 488 车型 那它的定位呢是介于 488 还有另外一个 F8 车型 也就是这个 SF90 Strada 类的中间 在试驾之前我们先来谈谈它的外形好了 首先呢这个前脸造型是新世代的Ferrari 设计啦 对我来说它非常的帅 但是有一些车迷啊他们就觉得 这个头灯组好像不那么Ferrari 了 其实对我而言这样子一个横向的设计还是挺帅的 重点是它上方还有这个导路孔的设计 这个主要是为这个后方的刹车系统散热 而这个进气吧呢也是非常的大型 很具有侵略性的感觉 当然它不是为了好看 而是它有这个散热以及提供下压力的作用 不过最特别的还是它中间有这个被称为 S-Duck 的导流孔设计 这个呢其实是源自 488 Pista 的一个设计啦 启发至 F1 赛车 它能够提供一定的这个下压力 在高速的时候呢你的车头是更加的平稳的行驶 还有就是这个地方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引擎盖啦 其实不是因为这是一辆中后置引擎的跑车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行李箱 它有200公升的一个储物空间 基本上是和一般上的这个小钢炮 Hot Hatch 的那个容量是一样的 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个你选装的这个清单 它会漂亮的放在上面 好像我们从这个试驾车的这个Optional清单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台车是有这个 主动远近光灯的这个LED头灯的功能的 我觉得我这样子走去前面啊 这辆车就已经破百了 对它的0到100加速只需要2.9秒 那先讲车车的部分啊 其实这台车的车车呢还是非常的Ferrari 也是我觉得很漂亮的一个设计啦 非常的优雅然后又很有跑风的感觉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呢 它有这个大量的这个 导流的设计 然后这边 招牌的Ferrari 厂徽 还有这个 后视镜的设计呢也是非常的Ferrari 的感觉 这一回呢这台车呢它的这个 旁边的这个导流口设计啊 其实是相当的巨大 这个也是和488相比的 它也是有一个改进的设计 然后走到车尾呢 这整个地方我觉得是这台车最漂亮的一个部分啊 那就是它这边有一个很肌肉的这个轮拱 然后慢慢这样子向上微扬 这个就是意大利独特的美 看一下它的轮胎 它的这个轮圈呢是一个20寸的轮圈的设计 当然这个design 你要什么都可以啦 都是可以可制化的 轮胎部分呢它使用的是这个 Michelin Pilot Supersport K3 前方的尺寸为24535 而后方呢则是30530 它的后面比较宽 是一辆纯后驱的这个跑车 不过呢我觉得最漂亮的 凯萨的这个刹车系统你可以看到吗 这一个 Carbon Ceramic 的刹车班 是标准配备来的 而这个刹车卡尖呢前方是一个大6活塞 后方是一个大4活塞 这个颜色你是可以自行选择的 那我们试驾的这台车很特别一下啦 它使用的是一个黑色的Ferrari刹车卡尖 以往我们看到的都是红色或者是黄色 其实黑色也是蛮酷的 相比起来我觉得车尾是这个F8最迷人最性感的地方了 这整个真的是太漂亮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比较少见的这个大型的隔山的设计 这其实是一个用来做散热的用途啦 这个非常漂亮非常精致的这个四眼尾灯呢 其实是像以往的Ferrari V8车型致敬的一个设计 像是以往的355 360 F40呢 都是采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标志性的设计啦 我觉得在这个F8车上 这个四眼尾灯特别的漂亮很精致的感觉 而且夜间的这辨识度很高 但是车尾的精髓还是在这个大型的扰流器设计啦 它除了很有战斗阁以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这个很 很帅的这个双边弹出排气围管设计 这个呢它不只是战斗阁 它其实是有功用的 而且它下方还有一个adjustable的flat 能够根据不同的时速自行调整 提供更好的下压力 令前轴的这个下压力能够提升15% 后轴的下压力能够提高25% 也令这台车子的这个aerodynamic 表现啦 相比起488GTB 是提升了10% 讲完车尾我们来看看这一个部分的设计啦 那因为这是一台Spider车型 所以它就没有那个F8 Tributo 精简的那个 透明引擎盖的设计 然后我们也看不到那个V8引擎了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个Spider呢它还是很漂亮 因为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导热口的设计 以及这两个 很有战斗格的这个double funnel 令这台车呢从后面这样子看啊 还是很有侵略性 很凶的感觉 会有这个设计的原因其实也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台hardtop 也就是硬顶敞篷跑车来的 这个下面呢其实就是收着它的这个hardtop 这个hardtop呢能够在14秒以内就完成整个操作 而且哦你可以开车开到一个45公里以下呢 都能够开顶和关顶 讲了这么多当然是要打开引擎盖 来看看它的精髓啦 这一具就是Ferrari获奖无数 得到很多次引擎大甲 堪称最强V8的3.9L V8双涡轮增压引擎了 那这具引擎呢其实也是源自这个488GTP 但是Ferrari进行了许多改进 包括这个内脏的部分啊像是进气气管啊 连杆啊活塞啊等等等等 还有flywheel 它都是已经改良过了 重量方面也是轻了40公斤 虽然说它是一具twin turbo 可是呢原厂刻意把它调教成一个比较偏向NA的设定 Ferrari就号称这一具引擎 是zero turbo lag 而且呢它的这个转速可以拉高达8000转那么高哦 很像NA 而在变速箱的部分呢它搭配的是一具F1双离合变速箱 哇这不仅让我感到非常的好奇 究竟这一台车它的这个动力表现是如何呢 其实它的这个整个那个感觉比我想象中容易驾驭啦 至少我现在这个所谓的四驱驾驶还蛮舒服的 而且重点是哦这辆车它还加配了这个Apple CarPlay手机互联功能 我知道平时介绍普通车我都会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 但是这辆车有这个功能我蛮surprise啦 而且在这个Sport Mode和Race Mode之下啦 它还有一个这个Bumpy Route的这个Button 就是你按下去过后 这个选调就会瞬间变到比较舒服了 可以应付我们这一边的这种道路的能够 So 我现在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要把这辆车开上云并 人生中第一次开超跑 我就要把它开上山了 有点期待 哇那个Volfe之星 它的这个法门会随着我的U-Man的这个 离道和之星去调整啊 我缺换这个Race Mode 哇 哇 还有一个Block Offset Oh My God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云顶的三角 然后我也把这个棚打开了 要体验一下Drop the Top的魅力 话不多说 直接出发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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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其实这辆车一点都不难开耶 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它的 Fraction Control 其实有一直在抓着后轮 这个后轮其实真的是已经飘飘了 然后这个车厢其实是有经过特别设计 它不会在这个车厢里面产生乱流啦 所以我其实头发也不太会乱 我还可以讲到话 这感觉其实蛮不错的 重点是这个排气声浪其实很好听一下 虽然没有那个高焊的 Ferrari 的声浪 但是 It's OK 我真的是很可以很任性的随便这样挡 Oh My God 我有一种在开这个小赶跑的感觉 错觉 错觉 Oh My God 它根本就是完全咬着地 而且真的是我我觉得它机械很高耶 我觉得甚至你要它辣妹都有一点难 当然 ESC Off 是另外一回事啦 哇 切换着这个手动模式 哇 这个手动模式更加的疯狂 哇 那个贴背感真的是 而且其实这个 V8 Twin Turbo 的声浪的确是没有 经典的那个 NA8 那么高坎 但是我觉得可以 你油门稍微身材一点的话 你觉得感觉到这台真的真的是爆热 我讲话都开始有点口吃了 太兴奋了 HOLY SHIT 它的这个温轮真的是有做到 zero turbo lag 在这种山路上啦 它完全没有那个动力衔接不顺的问题 我因为感觉到是它这个两前转这样啦 那个 turbo 那个 king in 就来了 衔接到非常的顺 我觉得这一点呢 应该这个 F800 的啦 不会输给它NA的 师兄们太多 Oh my God 我头发没有关 哈哈哈 我觉得我的血压 瞬间好像上升了蛮多 根本就没有over stay 和 under stay 的问题 它的这个 Traction Controller 是被称为 FDE Plus Ferrari Dynamics 我不记得什么了 FDE Plus 它其实在你当你激烈驾驶的时候啦 它就正在做工了 透过在这个四个车轮的这个刹车啦 施加不同的力道 来给你一个更精准的操控 就好像我现在 在这个弯道上开的时候啊 这台车其实真的是很容易开 和我想象中的Ferrari V8 后驱跑超跑 真的是截然不同 我以为这台车会很难开 但是其实 很容易驾驭 当然不是我厉害 是这个车的Dynamic 它的这个 Traction Controller 真的很强 我很喜欢它的这个方向盘的手感 就是你越开越快 它就越精准 越紧凑 越有手感 那个感觉真的是太好了 你完全可以完美做到你要的线条啊 这个方向盘的这个 indicator 太热血了 它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要进档 重点是哦 这台车的这个电子悬吊啦 在这样 其实云顶的路有点 稍微比较烂一点 但是呢我现在其实是觉得它很舒服的 而且它 还能够抓住这台车的这个车身 可见这台车的这个底盘啊 它的车体杠心是多么的好 我现在已经是少掉一个车顶了 它还是 整个就是很 很firm的感觉 好想要这台车哦 在这之前啊我是觉得 Ferrari 的这个厚重制引擎跑车 应该是很难驯服的猛兽 感觉像 Ferrari 这种跑车就是开了过后 很容易 Bwong 很容易辣梅 很容易进龙缸 但是 今天我开了这台F8 Spyder 并没有哦 真的是让我完全改观 而且 它还有这个开篷我还可以享受这个 引擎的声浪之余啊 又很拉风 这台车买得过 所以这台车卖多少钱呢 它现在在我国的售价是 117万8千令吉 当然这个呢还不包括这个税务 以及选配的 那Ferrari Malaysia其实是一个传统啦 就是你买任何的这个Ferrari新车 你都必须花一个最少 21万的Option 你才能把车子带回家 所以加到来这台车大概是 130万左右啦 这个是税前的价格 so 大家买吗 好啦 今天的这个超跑试驾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在这里也要感谢Ferrari Malaysia 给我这个机会去体验一下这个700匹的超跑 哇真的是 让我很想买这台车 我觉得 今晚我的枕头就垫高一点 把它带回家 OK 废话不多说 这个影片是时候结束了 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对这台车有什么看法 觉得它的这个V8声浪如何呢 也欢迎在下方 发表你的看法 和我们交流 我是小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Bye Bye by bwd6 tv